显然,这次是极实一场胜利的,毕竟,在刚刚过去的硬超联赛中,他们已经临时输掉了两场,而且,仅仅是在新赛季才进行到第五轮的时候,国米队热刺,二帝完成了他经验的欧冠手绣于是, 昨晨热刺带着这样一种迫切的心情踏上欧冠赛场,来到意大利与国米见了面,其实赛前,如果说,这次有机会赢球,应该不会引发太多人的反对,要知道,目前国米在一甲的处境也相当的困难,或许正是因此,状态的起伏不定与地迷,导致上半时两支球队罚善可陈, 0比0收场,下半场,一边在站,就在不经意间,热刺却鬼使神差,翻得取得了进球,尽管埃里克森进球了,该只能算是个陪衬随后,国米反扑,追凭比分,这也让现场的球迷,倍感兴奋, 而接下来,国米又在捕食绝杀,再次点燃了球迷的热情,国米真好样的,至少在这场比赛,他们的表现,越到最后越精彩,可回过头来一想,蓝黑军团的胜利,不正是拜拜百合所赐吗? 难道,热刺还要拿缺冰烧将来说事儿吗?实际上,本赛季热刺在防守端,以及自己班场总是出现传球失误的问题,早已暴露无遗,只不过,这场对战国米的欧挂比赛,是个延续罢了, 其实这次输球,波输肯定也很难过,所以,热刺必须要改掉这些,可能成为一种习惯的毛病,而且,就从英朝第六轮,也就是9月23日,同布莱顿的比赛开始,看看他们,会不会有所改观?